吃饭时,其他明星都十分斯文地拿着刀叉 唯独范城城连哪个是鹅肝都不知道 听到周扬青的话后,范城城直接露出了怀疑的神情 随后范城城盯上了其他的食物 本以为这是名贵的黑松露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陈伟霆给打脸了 不仅如此,当别的明星全都细嚼慢咽地吃着细餐时 范城城却放弃了刀叉 拿着筷子吃牛排 直接把西餐厅变成了大排档的感觉 这番操作也遭到了其他明星的吐槽